對冰婚來說 我們只是穿著綠衣戴著口罩 搞不清楚就這樣子麻醉科醫師 麻醉科醫師就像在風暴裡 拉著一條生物死亡針線 再累也要清醒 你好我是麻醉科醫師 然後現在幫你執行全身麻醉 你啊慢慢呼吸 我現在慢慢用嘴巴鼻子一起呼吸 好 什麼都GPR 你沒有說把哈改進手中的開刀啊 你個王八蛋 你幹什麼王八蛋 你跟我們一起說你知不知道 你又處置 為什麼醫院的時候都是免疫 我們一確診的時候我就脫痕診療 如果手術失敗幾率只有百分之五 為什麼你才做出證據判斷的時候 卻還是失敗 的確 我也要說你還知道自己長期有失眠的問題 而導致當天精神不济 還硬要進手術室 你知不知道你們醫院近兩年都沒有購置過單坐林這種鴨 我覺得鄭老太太的手術意外 並不單純 那為什麼要在伊平貴還沒有做出最後的案子的錢 就把責任全都推到一個好好的衣食身上 真正的殺人兇手 是這個人 本院院長 陳寫紅先生 來 扣接著 來 扣接著 空的手術房子是要留給伊埃皮病患的 對 真的去找到了 但是我沒想到 包括什麼被有很大的問題來的 不管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非法事情就是非法的 你們醫院 從上到下早就爛透了 就像警警署隊 不是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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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生一點 我聽不見 我是個美麗 我不配搭醫生 混蛋